喝同样一杯水也可能有三种不同结果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所谓六根对六尘 因为六根在接触六尘 不去分辨的时候 他仅仅是叫跟尘相对 无所谓苦和不苦 只是根、尘、十三者接触了才会产生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叫做瘦 因为接触以后会产生好、坏、不好不坏的这种感觉 好的感觉叫乐瘦 不好的感觉叫苦瘦 没有办法来界定他是好还是坏 舍瘦也叫不苦不乐瘦 比如说我们渴了喝杯水 这杯水在善法恶法中 它是无法界定的 因为它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事情 佛教把它叫做无忌 随便喝一口水 无忌法就是非善非恶 如果这里是一杯酒 你用一种贪心追求的心喝了 这就是恶法 有人不失你一碗茶 你以一种回向的心把它喝了 这就是一个善法 什么叫回向的心 我喝这杯茶 希望施者得福 这个都是属于善法 所以同样是一杯水 或者是一杯茶 它可能有三种不同的结果 使用这杯水 然后使用陷阱 以后会让我们俩馇 针岛 我们俩阶居 转 转 转